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实人八戒 我要从延期出发 炸 去收车 收这台雷克萨斯GX460 开头太短了 简单跟你们说 晚上验完车 第二天就去过户了 炸 我们现在正在拓印这台雷克萨斯460 花路一号 刚才大哥钻底下了 钻底下拓的 来到了苏州之后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 在这个地方 办点事是真难的 所以说 很多车友说 让我去外地收他们的车 为什么我不去 我不了解你们当地的过户政策 你就比如说现在我在苏州市 这个地方 是吧 提挡过户 需要三个工作人以上 就是什么呢 我坐在外界 我带着这个牌照 我要开回东北 开回东北之后 再把牌照又寄到车管中 才能给你提挡 我们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那车开过去 提挡 当天铃牌就给你打出来了 然后这儿不好使 特别特别慢 服了 服了 所以说大家想要去异地购买一辆二手车 先问好当地 这政策是什么样 车管说的 你想 我在这儿 人生地不熟 但是也找了一个同行 找了一个代办 是吧 还这么困难重重 想扣个伪赃都费劲 多辛苦 这边不要混合 说的都别有黄的 人家好酷啊 我都不用管清洗 这个 只要不好弄 厚的话不好做 嗯 日产的机器 咱你们这儿 都行 都行 咱你们这儿提挡 真太累了 心累 对 就那老底那机器 那么烂的都没了 那个 你想吧 我们前天来的 到现在外检都没做上 有伪赃 抄镇 公司户 去处理 我们先去的那个太湖边上有一个 镇 镇中镇吧 那叫 去那儿 她说扣不了 我们的架镇扣不了 我们的系统维护 然后昨天又去镇湖镇 对 镇湖镇 那边扣 扣不了 然后今天又去张家岗 张家岗扣 那边还没扣完 她说两点之前给我扣完 哎呦 我的妈 太难了 慢慢提车路 趁大哥给人脱号 这一堆都是脱号工具 跟我们那儿也差不多 这些工具都是自己做的 过后必须要拖一发动机号 这就是需要拖一发动机号所有的工具 长短步一的棍子 出现也不一样 还有这个 刚刷子 还有这个 行行都不容易 给脱号大哥点个赞 现在好 我们这个灵质 GX460已经算是外检完毕了 然后现在正在屋里边 屋里边办业务 拍个照片 外检完事了 但是呢 在这需要提挡 提挡的话大概需要三到四天等待时间 可能这两天我们会去一趟福建 去福建的分部 去看一看 然后真的是太难了 以后我是不希望再出来收车了 还是在本地收车行 知根知地 对不对 然后稍后晚一点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今天我这几天吧 我经历了什么 现在是星期二 我是星期二到的这 现在是星期四 难 太难 车不算太多 就是把现在业务办的有点慢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点 所以说我感觉 车友们 在我这买车的车友们非常的幸福 所有手续办好 提挡 物流给你们发到家 你们直接落个户开就可以了 不用像我这样 到外地之后等了好几天 现在挡都没提完 难哪 生活苦涩呀 现在是星期五 晚上的五点半 我们现在在加油站 给我这台大宝贝加长油 然后去出发 到附近城市 找一家熟悉的修理厂 全车做个简直 能加500 能加500 现在加了70省 现在加了70省 加了442 整天好 现在我又回到了张家岗市 前天和昨天全能在了苏州 而且我身后这台雷格萨斯GX460 档都没提完 就做了个外检 在苏州这个地方简直要人命了 现在就是周六 周日空呆两天 下周一还要回到苏州去 办理这台车的提挡业务 然后正好趁着周六和周日的时间 把这台车的轮胎换一下 因为之前发现了它有点吃胎 吃胎我给你们看一眼 换四条灯路普和胎 现在正在倒胎 趁着这台车正在换轮胎 我正好给大家先欣赏一下 它现在后悬挂和前悬挂 跟普拉多有什么区别 他把这个气垫换了 这个是普拉多普通版本没有的 它这个怎么装 这是一个种材 从边参与的 这种材不能夹来的 然后你看哥 这有个气包 这是简单器 这后边KDS还是拉杆 要不是熊挂 130万落地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底的一样 但是用料东西完全不一样 这个小玩意儿 没有量产的 只有原厂的 然后这台车的底盘价 从买到现在 一样都没换过 一样都没换过 跑了29万5000公里 到现在为止 咱们再看看前面里 前面就简单了 看见没 那个就是KDSS 前面一个机械的悬挂 但是这个悬挂是带电杆的 看见没 上面 这个是带电杆的悬挂 优秀 然后这个车的底盘价 到现在也是没有换过的 全是原车的 跑了近30万公里 没有换过 只要这样 刹车盘头的 多厨厚 哥你看过那个国产普拉多3.5那个吗 比这个吸一圈 我领导头发都快掉光了 聪明的绝点 然后咱们继续把轮胎换完 然后做完动听红 再去做一个四轮定位 然后上路再试试 现在车开起来 右边像开飞机一样 初步判断是吃胎吃的 要做一个四轮定位 如果做完还是想的话 那就是走成坏了 然后一会我到车里慢慢给你们讲 换了一架 正在做四轮定位 鞭头长 没做过 不好你 到达了南通 机场 暂时先跟我心爱的 那个SARS GX466 说声拜拜 从福建回来 接着喜爱你 好好在这带俩 马上要登机了 全周见 哈喽 我现在在高速上开着这台 成功拿下的啊 雷克SARS GX460已经提完脑 出临盘了 给你们做个总结吧 这期的视频呢 拍的有些乱啊 就从头里到尾 从这期视频呢 经历了 这台车经历了 几天啊 九天 九天有 从南走到北 从南走到北啊 期间还去了趟福建 回来之后 可算是完事了 所以说 想买一台二手车 到底有多难 我们车况什么的 都是咽喉没问题 这个啊 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但是提挡这一块儿 简直就是让人难以接受 整整提了一个星期啊 你们就想吧 如果是换成你们啊 还不是我们跟二手车的去提的话 会不会更闹心 更费心 所以说在这儿啊 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所说的二手车不能买 都是坑 没毛病啊 所以说 关注八戒不迷路 以后给你们带来 满满灯灯的视频 如果还想看什么样的视频 评论区下方评论 我给你们安排 老人就这样 现在已然是 2021年的一号了 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里 八戒给你们带来 更有趣的视频 然后祝大家 这么说来 老板 老北 对 祝大家 老板 传肥 满满灯灯 哈哈哈哈 第二期 不见不散 拜拜